你们不敢玩的料子我来玩啊 今天咱们实战一块七味素的冰芹底大木辣 这块料子的话我拿下的时候就已经动了一点窗了 为什么说他们不敢扎呢 因为木辣大家都比较太胖一点 就是它的棉可能会划不开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买这块料子 因为这块料子的话它全身都是薄 木辣本身就是一个薄类化的一个敞口 但凡是你扎的浅一点不够深的情况下 你连肉都看不着 等一会儿我们直接把这一块的这个大牌子味给擦出来 我告诉你们这个料子这么大 虽然说它也是有大链 但是它真的是有很大的机率可以出手镯的 哇哦怎么样 漂亮不漂亮 真的是果冻底的那种感觉 整个料子的底子是非常的清爽 从这边的话到这边看到没有 一根通透这个料子是没有变种的 包括这下边这条水路下去 这个总体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后面的话这边的话肯定稍微会有一点点变 所以说你们要想象一下 这块料子的量有多么的惊人啊 因为我们玩木辣料子说实话 从我住航到现在也玩了很多了 就像这种料子的话也是非常有把握的 咱们买它的时候就已经是期为数了 看我们能不能来把它从小期变成蒸汽或者是大期 好了现在料子已经开好了啊 真的是太棒了 先吃一口药啥啥哟 经过我们修整个之后 整个料子的料型是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的话这个地方开窗是比较小的比较小气 那我们现在给它一整个大排的位置全部都插出来了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料子的总体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说实话啊 所择是可以想象大排的话真的是随便去 真的是素质是很惊人的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有给它全部打开 侧面的话它的表也是一灯透啊 看看这个总体 全身它都是飘着这种金丝绿花是很舒服的 所以说这个料子怎么切怎么玩的话 它的色花都是在的 而且它是扎得非常深的 可能又有人要问了 联姐为什么后面都扎了几个洞了 你还不把它给全部打开 这也是我的一贯做事风格啊 不是这个料子不能开 而是我永远要把一定的空间留给到我的下一家 因为我做事的话 我真的是喜欢快进快出 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去走转我的资金和我的一些货源 所以我觉得做人做事真的都是一样的 不要想着一口吃个胖子 细碎长流才是长久之道